李懿議員 來台宣揚這個 武力統一台灣這樣的言論 遭我們移民署勒令出境 那其實一般民眾對於這個 我們台灣政府這樣子的一個 執行 非常有魄力的執行 是給予高度肯定的啦 那其實這個李懿呢 他過去曾經在宣揚就是說 要大力扶植台灣島內 支持統一的力量 他這樣的言論 就是說好像 我們已經把它去驅逐出 勒令出境了啦 但是呢最近本席卻發現 有另外一張海報 那這個海報這個活動呢 我在PPT上面您看到 就是說北京要統台灣 怎麼辦這個是在 新黨應該是新黨 在桃園要舉辦的 一場活動喔那想要請問 主委的就是 對於就是台灣的 特定的政黨或者是團體喔 邀請這個武統 的人士呢 雖然沒有進到台灣 可是呢他可能是用跨海 跨海受訪 現身說法的方式 來發表 危及台灣安全 甚至是用武力打擊 所謂的台獨分子這樣的言論喔 請問我們陸委會 或者是我們國安的 國安局或者是相關的單位 有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管理喔 安全的管理呢 請諸位簡短說明 北京要統一台灣台灣 台灣怎麼辦 很簡單嘛就是拒絕嘛 我們全民 我們經過很多次的民調 我們拒絕 一國兩制 特別在習近平1月2號 所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種統一的進程 對台灣老百姓是沒有辦法接受嘛 所以答案很簡單 北京要統一台灣 台灣怎麼辦 就是拒絕兩個字 因為這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嘛 我們不可能去接受一個 消滅中華民國的 這樣的對台的統一 特別這個李毅 這個人啊 過激的言論啊 所以要用武力統一啊 留島不留人啊 這我想在台灣社會 沒有一個人能夠接受了 這已經危險到的 國家安全還有社會安定 所以我們請他出去 那麼宿院長說 剛剛好而已啊 所以至於他的跨海 他這種聲音 我想我們要全民有一個共識啊 有一個共識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言論 這樣的武統的言論 那麼我們真正來講 誰才是真正在捍衛中華民國 我想全民都有眼睛在看的 好主委 事實上根據這個 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 是 第六十條 第六十條 其實明定 任何鼓吹戰爭行為 應受法律禁止 對此呢 武力統一顯然是主張戰爭嘛 那這樣的思想呢 還有宣揚已經圍擊了國家安全 跟社會安全了喔 所以呢其實本席也是 呃就是主張 應該對於這一類的 呃這個武統 宣揚武統這樣子的一個人士呢 應該要嚴審他來台申請 請各位報告 昨天總統也這個 召開國安高等會也做出了指示 那對於這些過去啊 新娘武統人士啊 要到台灣來啦 那麼鼓吹武統或者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等等啊 造成對國家安全社會安定有益力的 我們呢可以限制他入境 所以我們也呃在這個總統的指示上 我們也做出了呃決定 呃對於 呃月底這個來的武統團 呃我們已經 呃禁止他入境了 那其中有一位 呃他因為 官官名義來 那麼有取得入境的那個許可 我們也把他廢止了 所以這個團 跟委員報告 這個完這個團 我們是限制他 已經限制他入境了 好主委就是本席 主張應該嚴格 齁應該嚴審武統來台申請 來捍衛中華民國的這個尊嚴啦 齁那 昨天呢 有另外一則這個消息 是在這個PPT PPT版有鄉民齁在八卦版當中呢 發出了一個問譜 問譜 那題目是什麼呢 就是 若簽署和平協議 你會上街頭嗎 結果呢 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六的鄉民 表態要上街頭 那我們從這個鄉民的留言 您看看 這裡寫到國民黨 趕簽這個的話 民間運動的程度 會比太陽花大很多 這超嚴重的已經不是走街頭 走走打卡了事等等 鄉民的意見百分之九十六 是反對 反對這樣子的一個簽署和平協議的 但是呢 昨天晚上呢 本席看到了另外一則新聞 來看一下這則新聞是什麼呢 國民黨 國民黨 桃園市黨部主委 楊敏勝 十六號 在臉書談及論述 他 語出驚人的說 要打倒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承認一中 一國兩制是最簡單而有效的處方 更怒罵行政院長蘇貞昌 豬狗不如 早該打入大牢 這樣子的言論真的是讓本席 瞠目結舌了 楊敏勝還表示 台灣的民主走到現在 荒江走板 政治人物各自盤算 機關算盡 互信的美德瓦解 殊不知民無信不利 一個相互猜忌 相互親戈 互相比賴的政府 早已經走入歷史 楊敏勝還說 只有承認一中奉兩岸一家親為歸孽的政府 才能給國家 才能給台灣安全人民有錢 最後還說了 要國人拿起掃把和敵人 站到一兵一卒 這樣的行政院長 豬狗不如早該打入大牢 本席看到這樣的新聞 這樣的言論 真的是瞠目結舌 真的是痛心疾首 我想請問主委的就是 針對前不久 主委您也曾經 因為一些言論喔 的失言 但是我本席知道您沒有針對性 被要求公開道歉 那今天 桃園市 國民黨桃園市黨部的主委 可以公開 公開 公開詆毀台灣的行政院長 公開倡議 承認一中一國兩制 請問主委這樣違不違法 這絕對是一個錯誤的言論 這絕對是方槍左板 我勸 國民黨 這位主委 早日把這個言論收回去 好 本席也希望 國民黨桃園市黨部 楊敏順主委 要針對這個一國兩制 承認一中這樣的言論 公開道歉 那本席同學認為呢 其實 只要是涉及國家安全 主權定位 還有民主憲政等等議題 這個部分 希望農 我們的陸委會 是絕對不能讓步的 我希望主委要堅持立場 國家的主權 跟民主 自由民主憲政這個立場 可以嗎 可以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以上是本席今天的質詢 謝謝 謝謝蔣傑安委員 好 謝謝主委 接著我們請張宏路委員發言